大柳和呂麗君所生的女兒劉秀瑩 近年開始經營社交網站 很多post都是關於音樂和跳舞 但她最近熱衷和網友交流互動 日前更加在限時動態上 發表自己對黃色社區、跨性別人士、 一副多妻等主題的看法 當中比較敏感的 可以說是8964天安門事件 她以英文寫道 據知劉秀瑩正是就讀國際學校 而她並沒有使用中方常用的64事件 64風波去形容8964 而是選用西方新聞媒體經常使用的天安門大屠殺 劉秀瑩或許事後被告知提及的內容過分敏感 因此她的8964限時動態 在不夠一天便秘刪除 隨後她今日亦出post問 似乎因為談及敏感話題而承受了不少壓力 香港的世家望族向來喜歡聚逐移居 過萬呎的大宅 閒閒地鑽五六房人 創下幾代同堂 由選址設計到陳設古曹老宅 新舊交替的建築裡 背後各有各故事 一仔精算了五大類別 三十多棟特色大宅 將它們緝錄成書 由半山上到山頂 市區走到鄉郊 帶你探尋香港百年豪宅的足跡 是最重的